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境内以亚裔人士为目标的犯罪行为也随之激增 尽管美国先前通过了反新冠仇恨犯罪法 但是针对亚裔的暴力袭击依然是有增无减 就在前天一名亚裔女子 她在美国纽约唐人街上步行的时候 无缘无故就遭到了一名非裔男子 朝着她的脸部重拳给挥过去 导致她瘫软坐在地上 但是更令人心寒的是 这名非裔男子她在打人之后 还向身边的目击者喊说 你们到底在看些什么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丝毫没有羞愧之心 而随后当地的警方也立即赶到现场 并在事发地点不远的地方 将涉事的非裔男子给逮捕归案 整起事发经过 也全都被附近的闭露电视给拍下来了 从闭露电视的画面看到 身穿粉红上衣的亚裔女子 正在唐人街行走 突然一名黑人男子上前往他脸上揍了一拳 女子瞬间捂着脸瘫坐在地上 该名黑人男子还怒呛路人 随后路人纷纷上前关心并协助报警 而受患者也被送往医院治疗 目前情况稳定 而袭击男子也在当天被捕 并受到仇恨犯罪及袭击罪的指控 针对这一起街头袭击事件 纽约市长白丝毫表示 这是无法被接受的 并呼吁民众一起杜绝反亚裔袭袭击 我们有几个状态的攻击 对亚裔美国人的攻击 它是不接受的 我们也鼓励了所有人来进来 我们必须阻止亚裔恨 这是最底线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